欢迎回来 一般上我是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沐浴用品上面 我会啦 但是近年来在市场上有一款沐浴气泡球 当你把它放入水中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冒泡 而且这个东西据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就是你只需要有一盆水 就可以让你的小朋友玩得不易乐乎 但是这个沐浴气泡在家里面到底要怎么样制作呢 我马上一起去看看 我们需要一杯小苏打 三分之一杯的玉米淀粉 半杯的柠檬酸 三茶匙的橄榄油 一茶匙的香精油 玩具 水和一个茶匙 还有食物软料 我们把这个小苏打点倒进去 玉米淀粉也倒进去 两个一起塞 然后就用打蛋器把它搅均匀 好了过后我们就能放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这样倒下去 香精油也倒下去 再搅一致 全部要均匀 不然等一下做出来 它会有一块一块的那种团块 所以你大概觉得它已经均匀过后 就能把那个柠檬酸给倒下去 再搅拌它 所以柠檬酸跟那个小苏打 它们两个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对水非常敏感 如果你摸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们有点冷冷 因为它们有一些化学反应了 就去以为是尽量 不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做 因为那个空气也比较潮湿 潮湿的话 你做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很好 现在我们要加入食物软料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蓝色 你随便都能买得到 还是超纸厂买得到 可是我们先放一滴线 如果放太多的话 那个颜色会很渐厌 其实用这个食物软料 冲凉是不会软到你的肌肤的 可是当你在做的过程 它可能越比较浓 所以可能会沾到一点 所以洗手洗几次 它就会洗掉了 最后加入半茶匙的水 继续搓揉 直到混合物的手感 像是湿沙一般 就能放入模具中 放入模具时要切记 不该大力按压 而把两个模具并合时 也该注意力度 以免在风干的过程中 外形裂开 如果想要一些惊喜 你也可以在里头加入玩具 这样当沐浴气泡球 在水中溶解时 可爱造型的玩具 也会浮出水面 通常我们会用家里厨房 找得到的清水 来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过后 可以收大概三个月左右 不要放在厨房 或者那种潮湿的地方 放在房间 就可以收得比较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